Gina瘋运动 爱美群运动 我就把我瘦身的过程 然后我想要变美的过程 然后我平常吃什么 我做什么运动 都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Gina还没有成为知名的健身部落客之前 是一位讨厌运动的女性 因为我之前是生病 然后为了让身体比较健康 我就开始接触运动 然后慢慢的我就让运动融入我的生活 它是类似甲状腺的疾病 然后那种是不会好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结束了我的事业 然后就开始专心的运动 她当时受到疾病的影响 体重一度飙到58公斤 她靠着饮食调养而运动 找回健康的身体 我也是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 就是用那种水煮餐 然后不加任何调味的这样子吃 但是吃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觉得说我没办法这样吃 于是我就开始慢慢的想说 我要怎么样让减肥餐变得好吃 我要怎么样让减肥餐变得好吃 下吸好慢慢感受一下 吐气下方吸气